我們這幾個早餐就在這邊弄早餐吃 畫面 然後就在這邊吃一吃 然後再看一下不去什麼地方這樣子 因為今天雪場今天是關閉 因為今天大風大雨了 攔車沒有開 所以我們就來到附近的一個秘書景點 然後我們剛從那邊開過來超美的 這裡 然後這裡也很適合騎越野車 然後還有一些hiking這樣子 然後前面這一座橋就是我們在Google map上面找到的景點 叫做Wahakaka River Bridge 會放在下面的資訊欄 然後它這裡就是很森林的一個地方 所以它可能會有這些動物喔 它這個景點就是一座橋 就是會有人來這邊拍照啊 如果天氣好的話可以玩水 應該是蠻多人在這裡hiking的 因為看到上面是標誌 還有騎那個gwebel bike 然後在橋的另外一邊也是可以進來的路線這樣子 然後它這邊就有一個告示牌 就是寫著這一個地方的名稱 它這邊就有寫Wahakapa River Bridge 然後它這裡就有一些可以爬山的地方這樣 我們現在在這邊然後它這裡有很多騎登山車的路線 然後它這邊也有可能看到奇異鳥喔 這邊也有登山的路線 大概走了一個半小時 然後我現在走進來這個登山步道上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遇到奇異鳥喔 它這步道就是這種的路線 泥土 然後很舒服的路線 哇 才剛走進來一點點就這麼的森林捏 然後我們現在停在在google map上隨便標示的景點 叫做Piriaka Lookout 然後就有這樣子的漂亮的風景 就是在路邊然後停下來可以看到旁邊這樣子的風景 然後它這裡會有火車經過 我們現在停在一個路邊 然後來看看妞妞 妞妞 路邊就有妞妞 他們一直看著我耶 我一走過來他們就跑掉了 好 很激動耶 沒事沒事 沒事 掰掰 一直在看耶 掰掰 路邊這邊就有羊妹妹 很多很多的羊 我們一停車他們就開始緊張了 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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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來到一個小站 一個National Park 往上看半小時的地方 然後我們來這邊 去餐 然後我們來個餐廳 去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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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站我們來到在Google map上面的另一個拍照點 叫做Tekapuru Lookout 然後它這裡有一個涼亭 然後它是先經過了一段住宅區 很漂亮的住宅區 然後來到這個涼亭 然後它就會看到剛剛我們吃飯那個小鎮的view 就是經過這一段住宅區 走 然後我們現在要準備去那個Tekapuru Crossing的步道那邊 然後它這邊就是魔界裡面的那個末日火山 嗯 超會的 剛移屋開過來 剛移屋開說 超壯觀的 然後它這邊有 驅行步道大概 來回應該要走的6公里左右 然後我們現在在這裡 然後主要是要走到這邊 然後大家拍照的點都是在這裡 然後它這個全長有 19.4公里 所以大概要走6到8小時 然後如果到Soda Spring 大概1個小時要4分鐘 你先就是要這樣喔 對 因為走到上面的話都會有很多雪地 然後需要有向導帶我們 可是因為今天的天梯 向導取消了那個行程 所以我們就需要把我們的票賣掉 有需要這個票的話請在下面留言 趕快留言喔 拜託 然後在它入口的地方也都有撤破 然後在裡面 艦行的步道一定也是有撤破 總共19.4公里 我們現在這個步道就是這樣子 很清楚的一條步道 然後走一走就會有這種石階 大部分的路線都是這種石頭做的 在這裡走一走還是會有一點熱路欸 對 而且太陽很大 太陽真的蠻大的 對 直接可以擦一下防曬 對 已經擦好了 對 而且你還逼之曬到脫皮這幾天 對 可是是前幾天在哈里村的時候就已經有曬曬 對啊 雖然說這裡的空氣很乾很冷 可是還是要擦一下防曬 我們剛剛下車的時候啊 真的有那種很冷很冷的感覺 對 好像又到了什麼雪山一樣 對對對 然後就穿了很多有沒有 然後現在看這個大太陽是真的熱 不是假的 而且我們走過來有運動的感覺 所以它是真的熱 對 就開始一件一件的慢慢脫了 然後我們是穿了超多件 我穿了兩件衛衣 然後 都是八日衣 三件外套 還好我用洋蔥四川 可以一件一件脫掉 對 我剛剛已經把尾脫 都給它拿掉了 對 這裡有一個標示 Tongariro 然後它是說 它們對這個山的尊敬 每桌山都有它們的神 這裡不管走到哪裡都很好拍耶 走不完 每一個景都很好拍 我真的每走一步都很驚豔 這裡太好拍了吧 真的 太美了 超美的 真的 不然是往前走或是往後看都超美的 這裡實在是太美了吧 你看 哇 超美的 然後我們預計走到Soda Spring那邊 大概一個半小時 可是我們現在 應該 超過了一個半 會超過一個半小時吧 因為實在是太好拍了 太美了 每一個點都想要停下來 不然還有溪水 上面那個山頭就有一些白白的 那就是雪 然後我們走到這邊 靠近Soda Spring的地方 就是有這種的路線 有小溪流 好 你們要去丟魔戒了嗎 現在我們走到要往Soda Spring的方向 然後現在的路線就是 嗯 就是比較沒有一個 就是石頭這樣 然後我們走到Soda Spring這裡 在五分鐘三百公尺 就在那邊 然後現在開始下雨了 我們就先回去停車的地方了 這地上的石頭都是溫溫的耶 很有趣耶 因為這邊是火山的關係 是不是 是你發現的耶 我是沒有摸地上的石頭啦 那我們走到那個Voda Spring的地方 從11點開始走 走到那邊大概是一個半小時 或是一個半小時後 40分鐘 我們走到那邊 大概12點40左右 彩虹耶 嘿嘿嘿 然後我們來我們原本要 預計要滑雪的這個雪場看一下 這兩天呢 風太大 所以 藍車沒有開 然後他也只有開那個 最簡單的路線 可是我們還是在這個雪場看一下 就是這個雪場看一下 哇卡巴巴 然後在雪場的旁邊啊 這裡也是有幾間是住宿的 然後他就是可以跟Ski Club訂這樣子 這種 這裡 這裡 這裡就是搭籃車的地方 然後他現在只有開放這個 Burnie Slopes 練習的雪道而已 我們本來想說可以搭這個籃車上去上面的咖啡看看 可是看起來現在全部都是霧 所以上去也是看到白牆 所以我們就看一下這個滑雪的地區吧 那這邊就是有賣票的地方啊 然後也Rental 還有那邊就是大藍車的地坑 看一下他咖啡廳裡面有什麼 哇謝謝啦 一樣賣熱食 然後有飲料 然後還有一些熱飲啊 熱可可啊 酒類等等 漢堡 所以的旁邊就是有賣雪具雪衣的店 他這邊的商品跟小鎮上面的 是比較貴一點 像教室教室比較貴一點 就是沒有大整整款的感覺 他這邊就是一個女學團很貼的飯店 然後還有餐廳這樣子 然後那邊就是雪團 開過去不用五分鐘 然後還是沒有結束 多吃啦 那邊就是要貨搜尋 那邊就是要貨搜尋 之後 然後再試一次 要貨搜尋 要貨搜尋 就要貨搜尋 有什麼事 要貨搜尋 你 要貨搜尋 你 要貨搜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